三重重阳路二段52向附近 有段未开通的道路 导致居民只能从另一边通行 每天上班的时间 光是短短的100公尺 可能就得塞上一个小时 明淡以及里长积极的争取 希望尽快打通 社区的停车场车子一上来 只能从一边通行 另一边因为尚未打通 加上巷弄狭小 导致上班时间经常打塞车 纷纷向里长以及议员来反应 虽然民众都期待道路开通之后 可以有效来疏解车流量的问题 但是也担心后续 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 或是噪音等相关的问题 这部分也会做进一步的研议 以李明为优先 所以我们的议员这边 后面一定会请交通局 再来协商这一块 如果开通后 我们要如何来实施 让这些车辆进出的一些 安全啊 品质啊 噪音啊 脏乱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 由于这块土地 大约30坪左右 议员希望市府可以拿出破例 以合理的市价来收购 既能保障地主的权益 也能尽快解决附近民众 烦恼已久的问题 记者高新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道